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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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員也隨即以製造危險藥物 拘捕這三名人士 今次行動警方已經成功 堵破了一個製毒工場 也堵截了一大批毒品流入本地的市場 稍後我會將時間交給 我們行動組處理警司盧家俊先生 跟大家解釋一下 有關於製造霹靂可卡因 那個大約的流程是怎樣 麻煩你 大家好 提煉毒品方面 大家可以參考我身後面的展示版 首先 販毒集團的成員 就會將高純度的可卡因粉狀 加入其他的化學物 然後提煉成為固體狀的霹靂可卡因 再流出的市場 在我們初步的調查顯示 販毒集團為了避免執法機構 以後的注意 造用位於新界的低密度 以及保安較為嚴密的私人屋院 作為掩飾 販毒的集團成員 並不會居住在單位裏面 他們只會用單位作為提煉 和包裝毒品的工場 令到保安人員以及物業管理人員難以發現 另外 調查亦發現 今次破獲的工場裏面 提供不同類型的毒品 包括可卡因 霹靂可卡因 可樂英 以及綠安酮 警方相信販毒集團成員 儲存不同種類毒品的目的 是為買家提供一條龍的服務 並隨時向買家提供不同類型的毒品 容易運作這個運送毒品的服務 我們在案件裏面 探員也檢獲了一個液壓的千斤頂 調查所得 販毒集團是計劃利用這個千斤頂 將粉狀的毒品壓成尊狀 然後再將毒品流出市面 三名的被捕人士 將會被落案起訴 反運危險藥物 以及製造危險藥物的罪名 並將會於10月22日 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的 警方會繼續從多方面的調查 包括追查毒品流入香港的方法 毒品的分銷網絡以及地點 並加強與海外執法機構的情報交流 適時進行執法的行動 繼續倒截毒品流入香港 以及追查販毒集團的其他成員 另外警方也在近期的案件 發現販毒集團會遭用低密度 以及保安較為嚴密的私人屋卷 作為毒品儲存中心以及製毒的工場 在這個機會 警方想在此提醒市民留意以下幾點 就保安人員以及物業管理人員而言 應該多加留意有沒有住客運送 一些大批有可能是用作製造毒品 以及提煉毒品的重型器具 回到這個住宅的單位 而就業主而言 在他們的物業出租的期間 應該留意租客的背景 以及他們的居住需要 是否與單位的面積或者間隔相稱 因為販毒集團不時租用多房的單位 將房間劃分成不同的目的 一些是儲存毒品 另一些是做提煉毒品的用途 而販毒集團也不時因為要急於找這個單位 願意以短期租約和比市值租金較高的價錢 在租用單位的 保安人員和業主也需要留意 那些租客會不會長時間留在這個單位 因為很多時候那些租客並不會在上址居住 只會在每天逗留在一個單位裏面很短的時間 我剛才提到的 亦都是販毒集團租用這些單位 用作毒品儲存中心和製毒工場的特徵 如果市民有所懷疑 第二 警方是歡迎市民向我們提供資料和線索 以作進一步的調查的 最後 警方重申製造和犯物危險藥物是嚴重的罪行 一經定罪 將會被法庭判處最高監禁 以及罰款500萬的 那麼我們今天的案情就是這麼多 以下來問答環節 麻煩哪位有興趣問問題的 先講講自己的名字和機構名稱 陳偉垛議員 好吃 響鐘 curly文嘴 陳偉垛議員 陳偉垛議員 館 embarrassing 我們いただ escola 我們調查這個販毒集團已經大概三個月了 至於有沒有其他成員在途呢 也都是我們其中一個的調查方向 有需要我們都會適時執行 採取執法的行動 成報麻煩 剛才提到 姓岩高是本地人 剛才一開始那位40歲姓鄭 和25歲姓吳的女子是不是本地人 我想問 這些人有沒有三合會背景 如果有呢 這個犯罪 而且我想問加工方面 他們有甚麼誘因 將普通可家因變成Pickle可家因 是因為會更易出手 或者它的價值會提升 多謝您的問題 關於另外兩名被捕人士 即是姓鄭那名男子 以及姓吳那名女子 都是本地人士 總括來說 今次案件 三名的被捕人士 都是本地的人 另外關於三合會背景 我們現階段仍然在調查 三名被捕人士 我們仍然在調查 看看會不會有任何三合會背景 這方面我們會繼續積極調查 至於最後一條問題 關於為何販毒集團 會提煉一些高純度的可家因 變成一些較為Pickle可家因 一擊固體形狀 我們初步調查 相信因為市場上 某些買家對這方面的Pickle可家因有需要 所以販毒集團就看準了這個機會 將一些高純度的可家因的粉狀 將它加工 然後提煉成為一些Pickle可家因 去進入這個 流入本地市場 提供給買家 販毒集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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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nded 謝謝 請 謝謝 就著剛才你所提的問題 毒品加工場在近期的案件而言 我們都發現有不同的案件 用他們低密度的住宅保安延密 見到有這樣的狀況出現 至於剛才提到的一條龍服務 意思是毒販從不同的地方 將毒品運送到香港 然後將毒品分銷到不同的毒品網絡 就被各個所謂的毒品的隱君子吸食 是這樣的意思 我想補充一下 我們的執法行動裏面 也找到反毒集團 會用不同的地方儲存毒品 或者製毒的地方 包括有私人屋苑 上個星期較早前 我們也有一個密尼倉 用密尼倉去做一個儲存毒品的地方 很多時候他們都會用一些工廠大廈、劏房 其實每一個單位都有 不過可能是我們過一段時間 打擊他們很厲害 他們又會轉用另一種單位 是逃避警方的追查的意思 這次見到一個千斤頂 其實是有甚麼原因令他們把粉狀壓成磚 然後拿去出手的呢 是會令他們的售價提升或者容易出手 還有剛才說過 這次租了私人屋苑 屋苑其實有多大 還有你說比市值租金高的 那可不可以透露一下市值租金 這個工廠的租金是多少 有多大和租金是多少 謝謝 好 多謝你的問題 那關於千斤頂這裡 其實你都見到 其實是我們對上 近期都有其中一宗案件都有的 都檢取到的 我們初步的調查 相信其實他們的販毒集團 就將這些毒品壓成磚狀 就可以令到他們可以謀取更多的利潤 因為他們將那些毒品 混合其他的化學物 然後就壓成磚狀的毒品 然後再出去出售 從中可以賺取更多的利潤 至於關於屋苑的那裏 其實屋苑是一個私人的住宅的屋苑 是一些低密度的住宅 至於屋苑的詳細的資料 這裡就不方便透露了 可不可以說是 押了他們的售價會提升多少成這樣 可不可以說一下 關於售價提升多少成 這個就真的要視乎那個毒品的質素 因為其實每一次我們所檢取 或者我們所發現的毒品的情況 都會有些不同的 很難一貨輿論 或者可以說出一個很實質的數字 給傳媒朋友 總括來說 都是會提升到他的利潤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金威老師有沒有要補充 好 不好意思 DVB 現在由品狀變 尊狀這件事 是不是一個趨勢 還是本身已經有 還是之前一直都有 還是現在是生起的 其實在我們一直的執法行動以來 我們都發覺 一路都會有這個情況在裡 亦都是因應市場 有些買家是喜歡一磚磚 可以讓他們方便些去處理和運送 其實販毒集團都是因應買家的需要 去製造成一個不同的形狀去出售 我想今日記者會的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幾位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